你好,請問聽得到嗎? 是,聽得很清楚。 好的,那我切換一下攝影機。 好的,好的。 這個攝影機現在看得到嗎? 現在,能看得到。 鄭偉,你好。 Hello, hello。 你好,我是韓國朝鮮日報社的李八三記者。 你好,你好。 嗯,你好。 那我們馬上就開始今天的採訪。 其實今天的採訪是為了我們這個報社紙面報導。 之前我知道您也已經接受過我們報社其他的採訪。 那今天我就換來用其他的一些主題呢, 做一個非常有趣的採訪。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是那個, 有人說您是那個艾提塔城。 那您怎麼用一個詞語去形容您在政府中的角色呢? 是,我是數位政務委員嘛。 那數位其實就是不止一位啊。 那所以我們就是盡可能的去結合各種不同部門, 包含社會部門、經濟部門以及公部門的力量。 然後一起來用創新的方式來達成永續的目標。 嗯,那您做這樣的事情就是說, 其實聽起來有些怎麼說呢? 太抽象了。 能不能用一個比較直觀的一個詞語? 因為你要我只能用一個詞啊。 那如果用具象的來講的話, 那簡單的來講,我就是民間跟公部門中間的一個橋樑或者一個通道。 對,你要用橋樑或通道都可以。 看是在水面上還是水面下了。 水面下了叫隧道,水面上了叫橋樑。 橋樑。 那就是首先說一下您的一些經歷吧。 那您從一個天才神童到一個駭客, 其實是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那2016年擔任這樣一個數位政委呢, 還是讓有些人是比較驚訝的。 為什麼選擇到政府去工作? 因為就不小心佔領了立法院嘛。 是2014年的時候的體驗化運動。 那在2014年底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到說, 大部分的公務人員其實都不願意說他們推行什麼, 立法院就被佔領一下。 他們都比較願意說在事前就跟厲害關係人能夠有所溝通。 那只是說傳統的待遇政治, 畢竟能夠溝通的人很有限。 所以他們不是很確定說, 到底要怎麼樣一次跟像佔領的時候介紹50萬人。 你怎麼一次聽50萬人說話呢? 這個不容易。 那一次對50萬人說話, 這個很容易啊, 廣播啊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們都很願意來學習這樣子一種, 我們叫做有延展性的傾聽。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擔任了蔡宇林政務委員的一個專案顧問。 那等於一起來推行這樣子的一種公民參與的一種方法。 那其實那個像很多的國家其實沒有這個數位政委這樣一個職位。 那台灣為什麼會有? 對,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說我們政務委員本來就是來處理說在各個部會都沒有特定的職長。 但是又跟各個部會有關係的事情。 那我們也看到說數位的事務舉凡, 我一開始加入內閣的時候處理的電子禁忌啊, 到之後的什麼無人載具啊等等的這些, 確實都是跟三四個以上的部會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政務委員本來就是設計在各個我們叫縱向的, 就是Vertical Minister縱向的部長, 中間去進行橫向的連結。 那你在部長當中你又是一個橋樑是這樣對吧? 其實不只我了, 我們有九位政務委員, 都是部長當中的橋樑。 明白明白。 其實坦白的說, 在這個疫情爆發之前, 其實韓國對臺灣有些關心, 但不是特別的關心。 確實。 對,但是就爆發疫情之後, 發現就是臺灣做得非常的好。 韓國也做得很不錯。 對,韓國也不錯。 但是就是你們的一個不同之處在於, 你們是以全民參與的這種方式, 達到了一個非常有秩序的控制這樣一個情況的成果。 您覺得確實是這個全民參與, 帶來了這麼大的偉大的成果嗎? 我覺得確實是如此,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現在被國外所稱送的一些, 包含韓國也學習了的口罩實名制的口罩地圖等等, 一開始都不是我們的主義, 都是公民社會的主義。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覺得說, 我只要打電話給1922, 我的好想法, 立刻隔天隔一個星期就會變成國家的施政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有比較多的朋友可以一起出主意, 確實是在。 哦, 那就是您說過那個抗議三大支柱當中, 有這個快速公平有趣。 對啦。 那最重要的是您覺得? 這當然三個是循序漸進的啦。 就是說, 最重要的還是說, 像快速如果沒有達成的話, 那其實就算你公平, 也不是很快速地反應大家覺得不公平。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快速公平都做到了, 但是沒有一個有讓人有樂趣的方式, 把這種快速跟公平的參與的訊息擴散出去的話, 那它能夠觸及到的人也是有限的。 如果只是有限的人覺得反應快速跟公平的話, 說不定其實是不公平的呢。 所以其實這三個對我來講還是同一回事, 只是它是三個側面而已。 但是我這麼一聽, 我覺得就是快速這個答不成的話, 其實什麼都沒有。 確實啊。 快速是一個開始。 那您覺得不覺得就是民間他們來做, 可能更快或者是更有效是嗎?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 彼此之間反應的速度。 不是說一下子就快速做到百分之百, 沒有這種事情。 而是說如果有做錯的地方, 那各方都會願意, 我們很坦誠, 就是公開道歉, 我們做錯了。 但是又顯示出自己的resilience, 就是任性。 就是我們雖然做錯了, 但是我們馬上改。 而且一改呢, 就真的有改到大家看到, 看起來有效果。 所以最主要的還是這個, 我們叫itervation, 迭代的速度, 而不是特定的措施推出的速度。 那您覺得這個開放政策裡邊, 就是有一個就是, 我們還是談一下就比較具體一點的。 我們說有222原則, 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個您可以稍微的給我們讀者介紹一下嗎? 好呀, 這個就是在快速反應, 就是每一次只要有一個謠言或者留言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自由民主國家, 當然不可能從行政院去把它下架嘛。 那所以說, 我們就必須要在兩個小時之內, 推出兩張梗圖, 梗圖就是好笑的, 有樂趣的圖。 對, 那每一張要在200字之內, 讓人在手機上一看到, 心裡就會會心一笑。 會心一笑之後, 當然它就不會再受那種謠言等等的影響。 那也就是說, 並不是就是一種恐嚇的方式, 來去控制民間的一些輿論, 而是通過那種更民間的方法, 更適用於這個商業化的方法, 來去控制整個局面。 所以, 那是最好的梗圖, 那是最好的梗圖, 好比像說冰桶挑戰。 冰桶挑戰它是很有梗吧, 不然的話, 你一個人往身上潑冰水什麼樂趣, 沒有樂趣啊, 但是你可以點名三個人, 就很有樂趣。 但是你說它是商業的嗎? 它沒有賣你東西啊, 它全部只是要你捐款給建動人協會。 所以首先我不認為這是商業的, 這是民間的確實是如此。 明白明白。 那您覺得就是整個這樣一個抗議, 說起來有點怪, 但是抗議確實給台灣帶來了強化民主這樣一個效果嗎? 對啊, 這有什麼奇怪呢? 一點也不奇怪。 我們如果防疫失敗了, 那就會對民主造成很大的威脅, 因為我們就會變成不得不用像封鎖一樣的手段。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這個222原則沒有成功, 那我們就會不得不去做一些言論管制的手段。 那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這種民主的做法, 比稍微集權一點, 或稍微專制一點的方法, 甚至更成功。 那所以呢, 在好比上投資者的信心, 或者像你說從商業界的角度來看, 一般的商業界它也不希望有言論控制啊, 也不希望被關在家裡嘛。 那所以這個更民主, 其實對商業發展也是有好處的。 哦, 我怎麼這麼一聽, 我覺得就是一個真正好的政府呢, 它可以想到比就是嚴格控制, 或者是用那種強硬的方式, 不用, 不需要從這種方面去著手, 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替代, 是這樣意思嗎? 是這樣, 這是有點叫做筆馬龍效應嘛。 我們如果覺得人民值得相信, 那人民就會提出一些真的還不錯的一些想法。 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覺得人民不值得相信, 那一必要高壓的管控, 那人民當然也會相信政府。 就是這兩條路都是自我成真的預言。 那我不得不談我這個, 我本身所在的韓國的話題, 那韓國和這個台灣, 儘管兩個國家其實做的還不錯, 那韓國的防疫方式呢, 跟台灣確實有點相反, 比如說那個韓國的政府是高壓的, 比較嚴控的方式去防疫的, 並且在抗疫過程當中呢, 如果出現了一些問題的話呢, 就會打壓一個特定的群體, 包括什麼宗教群體啊, 或者是年輕人去什麼夜店的這樣一個群體啊, 或者是非常平常的什麼出租司機啊這樣, 那你怎麼去評價韓國的這種比較高壓式的一種效果? 不,我是覺得這當然是有效果的, 那但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是說我們很多時候是不直觀的, 好比像說我們也發生過說, 在疫情的時間裡面有一個在酒店就是夜晚, 您剛剛說夜生活嘛, 都是個工作者, 那他第一天確診之後呢, 他說他都宅在家裡也不接觸別人, 根本就沒有什麼接觸史, 不知道怎麼患病的, 那但是當然到第二天他終於卸下心房說, 他是在夜店工作, 是在酒店工作, 那當然我們理解他有他的職業上, 必須保護他的客戶的隱私嘛, 那但是如果沒有可信的資料來追蹤的話, 本來就會有防疫的漏洞, 那但是這個時候呢, 包含韓國在內其他的國家有一個很直觀的反應, 那就是你如果不配合疫調, 你就要關電啊, 或者把人關起來啊, 動用刑罰至少罰一筆罰金嘛, 這個都是很直觀的這個想法,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指揮中心,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有相當多的工作人員, 長期跟像HIV Plus這樣子的社群一起工作, 所以他們了解到說像禁酒令這樣, 你一高壓他就轉入地下, 轉入地下的話你反而無法掌握疫情, 對,所以他們就想說那我們來想一套方法, 他們就叫實聯制,聯絡的聯啊, 所以就是聯絡得到人就不需要實名, 那這樣就沒有他們這個隱私上面的這個顧慮, 還有呢社交距離保持呢, 也讓他們自己想辦法, 如果想得出辦法就可以重新開張, 所以他們真的想起來說, 留下匿名或者是假名啊, 不要用真名一次性的電子郵件, 亦附卡的行動電話戴個帽子, 放個塑膠什麼這個有面罩保持交際距離啊等等, 那這些酒店跟舞廳想出這些方法之後, 我們還承認他們也是防疫國家隊的議員, 然後他們後來就重新開張了, 所以這是以社會信任為主, 但是一開始大家也覺得很不直觀, 好像是在冒險一樣, 但是最後證明是值得的, 這確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例子, 比如說您剛剛說, 你們會用假名來代替真名信息是吧, 但是你認為這假名信息是同樣有用的, 因為你可以寫假名的話, 你會留下你的聯繫方式是這樣的, 那這個聯繫方式也可能是預付卡, 或者是一個一次性的E-mail, 因為我們最後要的目的只是說, 如果那邊發生了感染, 我們要聯絡得到人, 那如果那邊沒有發生感染, 四個星期過去了, 他留的訊息就放到碎紙機, 也絕對不會需要上繳中央, 也就是說中央會知道說, 我們越要地方上繳這些訊息, 那他們反而會轉入地下, 因為不想讓中央知道嘛, 那但是呢, 反而地方自己去用分散式的方法來配合疫調, 他們反而很願意不要變成下一個破口這樣。 是不是那個政府越懶, 那他會變得越恐嚇, 越恐嚇民眾? 我不覺得是懶耶, 我覺得如果政府做一個高壓的工作的話, 政府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所以怎麼會說是懶呢? 它反而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高壓是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對,反而是很大的成本, 那所以怎麼會是懶, 應該是很勤勞吧, 但是我們現在是用分散式的方法, 也不是說我們懶, 因為我們要付出很大的政治成本, 如果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那這個政治風險是特別高的, 你如果看起來很勤勞, 那至少就是說你做了該做的事情嘛, 那如果真的有過口發生, 人家也不會怪你到那麼嚴重, 那我們說我們可以用匿名, 也可以用假名, 實聯制, 不用實名制, 這看起來是很相信大家,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指揮中心所受的責難是加倍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也不能用懶惰去形容, 我覺得這兩種都不能用懶惰去形容, 那可以用什麼來形容, 你覺得? 對,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 到底是比馬龍效應裡面, 到底你是一開始預設人民是值得信任, 是你的夥伴, 還是你的預設就是有人會鑽漏洞, 大家不是你的夥伴這樣。 哦,明白,很有意思, 那就是在本次的一個疫情當中, 你剛剛談到了這麼多就是好的例子, 就是能夠就是擺脫了去恐嚇民眾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你們肯定也會有很多的危險, 那有沒有說台灣也想過封城? 台灣也想過封城? 有一些地方政府有模擬過, 所以說如果真的發生就是社區的傳播的話, 有沒有可能局部的把, 包含一些生活性能的這些把它封住, 那但是其他的部分都還是保持正常生活, 因為我理解有一些地方政府有做過這樣子的模擬, 但是我們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我們很早就有一個數字說, 只要四分之三的人保持鎮定, 戴上口罩,洗手, 那這樣R值就會小於一, 所以R值如果小於一的話, 其實根本不會變成社區傳播, 所以我們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 四分之三的人有口罩, 會戴,而且會洗手。 但是你怎麼會肯定說, 首先這個數據你怎麼可信呢? 這個數據你為什麼? 它有一個模擬的模型, 這個其實就是傳統上面的所謂的Hert Immunity, 這個Hert Immunity這個字現在已經是, 群體免疫已經是大家進所皆知, 但主要在講的是有抗體或疫苗, 但是口罩可以想成一種物理的疫苗, 所以你用群體免疫的模型, 假設大家都願意戴口罩前洗手, 就好像大家都接種了物理的疫苗。 哇, 就這種思維的方式, 這個是您現在所說的這些內容, 台灣人都知道嗎? 是的, 當時指揮中心就是在開設每天下午兩點的時候, 就做科普, 就是所有的記者問的問題, 那指揮官都會一一的回答, 一直到記者沒有問題問為止。 哦,下午兩點開始。 對, 所以大家這樣子聽下來到最後都懂了, 那如果不懂就打1922有人解釋。 那請問一下那個下午兩點開始, 這是每天都有的? 每天就一直到, 就是我們後來完全沒有就是本地的個案了, 所以後來就變成一個星期一次。 一個星期一次, 那就是剛開始的時候是幾點結束, 那最後是幾點結束? 有這樣一個比較鮮明的例子? 這個可能要, 這個可能要, 我要查一下, 我不會備用, 那但是應該都是問到飽, 所以大概兩點開始, 可能大概總要到三、四點吧, 那在一開始, 因為大家問的問題是很多的, 就看當天的個案多不多嗎? 那如果當天的個案很多, 不過大家像新聞記者也會扮演像偵探一樣的角色, 就是幫忙去做疫情的追蹤跟妙查等等, 那但是如果短的話, 像現在如果沒有什麼疫情的話, 大概10分鐘20分鐘就結束。 10分鐘20分鐘就結束了,明白明白。 這個問題是你應該被聽了太多次, 就是你們的口罩問題, 就是說你們電力商店口罩缺貨的時候, 就有駭客用這個地圖, 來保證它的索取, 那可以說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這個跟政府是沒有關係的是嗎? 可以這樣說嗎? 我先更正一下, 就是到三點多是有的, 到四點的我目前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是吧?大概只一個小時是吧? 對一個多小時。 那我剛才所說的就是口罩的這個公式, 當然是由指揮中心的專家學者算出來的, 所以也不能說完全沒關係, 但是這個地圖確實是完全是民間的主義, 那當民間實作出這個主義之後, 我們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去確保說他可以去有效的, 及時的取得藥局的庫存的資料, 這部分倒是政府做的, 但是它的呈現的部分是民間做的。 呈現的是民間做的, 如果是同樣的這樣一個地圖, 由政府來開發去運用去普及, 你覺得它可能會需要多長時間呢? 我想每一個地圖它的開發的時間都不一樣, 那肯定是這樣。 對,但是民間開發出超過100種, 所以說它100種可以切合各種不同的需要, 我們中央如果來開發的話, 就是開發一種, 可是那一種肯定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 噢,剛剛您談到的這個谷歌地圖, 它這個系統不是就一種嗎? 不是嗎?我理解的是一種。 對啦,但是在2月6號剛上線的時候, 除了谷歌地圖之外, 也有LINE, LINE也是一個很常使用的, 那叫做就是我們疾管署的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叫疾管家, 那管家就是家庭的家嘛, 那也是有200多萬人在使用。 那除此之外, 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rk為底圖的, 也有另外一個藥局扣招拆拆拆, 可以說2月6號第一天就已經有三種了, 那在一個星期之內就成長到接近100種, 那到現在當然140幾種。 那140幾種, 那也就是說您覺得如果是政府開發的話, 那只會有一種嗎? 就是其中的一種嗎? 對,那總不可能說我們又要照顧到, 比方說視障者的需求, 變成是你可以用語音的方式來詢問啊, 或者是分析師的需求, 人把像期貨模型那樣子去做了就是預測啊, 甚至, 那當然政府不可能開發這些應用嘛, 我們最多就是開發其中一種。 對,那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就是您看到了這樣一個APP, 如果能夠正常運行的話, 那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數據支持, 比如說每30秒刷新, 那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政府官員當中有人像您一樣, 就是能夠了解到, 就30秒刷新一次它的重要性的話, 那很快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說句實在話, 很多的政府官員其實是不會想到那個點子, 所以說, 不會啊, 3月初這個韓國也就實作了, 韓國也是, 對啦, 所以就是只要想到這個點子之後, 其實它傳播是很快的,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就是說政府支持的時候, 對, 就支持上你需要什麼, 那政府去支持某一個點子是吧, 那有的時候那個政府給予的這樣一個支柱, 是跟這個它的需求是不相關的, 尤其是這種, 我理解您的意思, 就是說會覺得說我們幫忙民間了, 但是其實是幫了倒忙, 有的時候也是在, 對,或者是沒幫到點子上, 對, 確實是, 但是我的想法是, 是不是您的一個, 您的這種就是了解這樣一個行業, 了解這樣一個思維, 就導致, 就幫助了整個一個過程當中, 找到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去支柱, 我覺得也不是一次性的吧, 因為我們之前的, 好比像說民間的有一個叫做子暴在哪裡, 暴子的暴啊, 就是在講空氣的污染的地圖, 那或者是水環境, 山河事件部等等, 也就是說民間做一個地圖, 然後政府來提供資料, 這個在別的領域, 尤其是環境領域, 在台灣是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 所以當口罩的這件事情來的時候, 我不是覺得說只是我自己的判斷, 而是說大家都覺得說, 那這就跟之前我們合作過的, 像民生公共物聯網等等, 其實是一樣的形狀, 所以我的溝通成本是非常低的, 那我唯一說不定是我的功勞的, 只有說我可以跳過中間的籤盒, 我直接拿去給行政院長看他的作品, 然後說我們是不是就是, 對, 那要來支持他, 那行政院長當然, 蘇貞昌院長他就是說, 就是給一切的支持, 然後之後我們口罩實名制2.0, 他也是說, 這個來測試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就租更多的機器, 租到沒問題為止等等, 那也就是說給予一個, 好像空白支票一樣的一個, 無條件的支持, 那如果是一個布或一個鼠等等的話, 他畢竟有他的預算的限制, 以及有他的公權力的限制, 當然不可能簽下像空白支票, 是是是, 這個說的有點就是, 不知道聽起來怎麼樣, 韓國也非常希望有像您這樣一個, 比較創新型的官員, 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官員去了解這樣一個, 去挑戰這樣一個新的嘗試, 那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在韓國在這種就是, 這類新官員是很難出現的, 那您對此有什麼樣的專言或者是建言? 我覺得一個蠻重要的就是說, 像在台灣, 我們對於備份是很講究, 就是一般來講, 長輩的發言權, 韓國也是完全一樣, 那長官的發言權是要比鼠官高的嘛, 那所以就是你如果要一個很年輕的一個人, 專門來挑戰長輩跟長官, 這個是不容易的, 在台灣也不容易啊, 但是台灣有一個好處, 而且韓國也有, 就是我們對於已經成型的, 明文寫下來白紫黑字的制度, 我們對它的尊重是高過這種長輩啊, 或者是長官的, 所以我們如果明文的寫下來說, 我的工作就是要去擔任這個橋樑, 要去結合民間, 要成立一個青年的諮詢的委員會, 而且這些青年都35歲以下, 但是我們見到他都稱委員等等, 那就是說你已經把這個制度, 白紫黑字的寫清楚, 那這個時候大家是尊重這個制度, 多於我們這種推定的好像長輩, 或者是長官的這種年功序列嘛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把它寫清楚是非常重要, 寫清楚非常重要, 那寫清楚的過程是不是也很艱難呢?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 因為當時有一個佔領運動嘛, 所以那時候是有一個國事會議, 大家是在國事會議裡面提了這些訴求, 是的, 是的, 我們來談一下台灣的經濟振興的過程, 抗議當然沒有結束, 但是疫情已經是恢復得相當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去振興你們的經濟呢? 對, 我們的做法大概分成兩個方向, 一個是說真的受到疫情影響的, 我們這叫紓困, 去疏解它的困難, 那另外一個才是您剛剛講的振興, 就是去促進大家的消費嘛, 那消費好比像說我們就有一個三倍券,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那三倍券的設計就是說你出台幣1000塊, 政府幫你出2000塊, 但是這3000塊年底之前你得花掉, 那這樣子的做法就是讓大家比較願意出門, 因為我們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電商就是你在家裡, 訂個東西, 人家幫你送來, 也不用見面, 也不用接觸, 這個是特別盛行的, 也就是說電商在疫情中間, 並沒有受到什麼困難, 所以我們要振興的是出門的, 那出門消費這件事情呢, 因為大家已經有兩三個月, 不太想出門消費的習慣了, 你要把這個習慣扭轉過來, 就是要面對面跟對方說您辛苦了,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所以當時我們在三倍券, 好比像說你刷了3000塊的信用卡, 你就可以去旁邊的提款機, 提個2000塊的現金出來, 但是你刷這3000塊, 必須是面對面刷的, 你在家裡刷算數, 那也就是說那個, 必須先花3000塊, 你才可以得到現金,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那這個也很有意思, 這是誰出的那個主意呢? 這個部分就是數位券的部分, 當然是大家一起討論的, 但是最後拍板定案, 當然還是蘇貞昌院長, 那但是要有就是民間也要出點錢, 不是只有政府出錢, 這個想法, 主要是我們公民心公主委, 那他是目前國的國發會主委, 那我的貢獻在這裡面, 其實主要是在執行上面, 讓它變得比較順利這樣, 執行上, 可以簡單的談一下嗎? 執行上順利, 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刷3000, 零2000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說, 如果他是, 這2000塊不是領現金, 而是直接退到賬戶裡, 那他這2000塊不會再花出去嗎? 但是呢, 如果你是領現金, 那你這2000塊拿在手上, 你說不定就花出去了, 是的, 對, 那所以去協調這些提款機, 寫出這樣的程式, 這個就是我的點子, 那但是就是這些都是執行的細節, 就是去促進大家出門的意願, 我們叫就是機制的設計了, 那但是這一整個後面的, 就是總體經濟學的設計, 還是公民心老師的功勞, 我一直就是聽您今天講這麼多的話題, 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地方都是那種細節的那種點子, 那個找得很對, 那結果呢, 就是別的國家都做差不多的一些政策, 但是你們的效果可能會加倍的好, 那這樣一個小的點子怎麼可以才出來呢? 比如說, 那我們國家的官員當然也想出這麼好的點子, 你有什麼建議嗎? 是, 其實就是去聆聽大家的想法, 像我是禮拜三每個禮拜都在一個公園裡, 就是我們仁愛錄三段99號社會超新實驗中心,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我唯一的條件就是我們聊天的內容, 就像我們今天的討論必須公開上網嘛, 那這樣子的想法其實, 就是說大家看到我在做的工作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來給我批訓指教, 所以像這個提款機應該要提出錢來, 或者是說我也應該可以指定一個非營利組織, 我刷了三千捐兩千出去, 等等的這些, 也不是我的點子, 其實都是來的訪客的點子, 他說, 加這個會更好, 加這個會更好, 所以就好像大家一起拼拼圖一樣。 明白, 就是我在採訪您之前, 我讀到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一個話題, 說是那個電競選手免服役, 這個是那個開放政府的, 對呀, 因為也是跟網友們一起討論出來的嘛。 比如說現在韓國民主最關心的一個話題是韓國, 你知道BTS嗎? 當然知道啦, 可能不知道呢。 其實韓國一個非常爆發性的話題就是說, BTS他們可不可以免服役這樣一個話題, 那如果是在你們這個台灣, 那會是一個怎樣的模式去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呢? 是是是, 當然就是說本來我們就有各種替代服役的一些方法嘛。 對, 那像BTS的話應該算是藝術工作者吧。 對, 那藝術工作者, 我們這邊也是說, 如果你就是有很傑出的工作, 或者是, 好比像說, 欸, 你們其實也有啊, 什麼藝術家, 運動員工程師。 運動員的話就必須是奧運會, 亞運會, 就是說我們, 對, 我們這個就是各種條例比較死, 那我需要問一下。 我們的規定是類似的, 只是說你們的門檻特別高。 對, 門檻是要高很多, 對, 那我想先問一下, 就是你們這個電競選手免服役, 對, 在條例上沒有是吧, 或者是,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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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之前本來就有圍棋的選手, 免服役, 那, 後來網友就想出一個想法, 他說圍棋是一種電競, 圍棋是, 哦, 圍合制的電競, 因為圍棋大部分都是在網路上下的, 現在, 對, 哦, 所以, 所以不能對別的電競不公平, 嗯, 所以後來別的電競就是, 就是順著圍棋的, 本來的那個方法, 它擴大了這個, 就是智力運動的定義, 範圍, 哦, 哦, 那這個還是解釋上, 有一個一個新的一種解釋, 對吧, 過去這個條例, 並不是, 原文是, 原來可能沒有這個意圖, 但是你們通過一個新的解釋, 對, 就是所謂的運動, 不是只有體育的運動, 也有智力的運動, 這本來就有的, 像圍棋跟超平, 現在只是說, 它認定的範圍裡面, 把現代的, 沒有100年的文化的, 也放進來, 但, 這個有點羨慕, 因為在韓國的話, 就BTS這個蝙蝠一出來之後, 大家就是, 就是, 日火傳, 大家都在講的是, 不公平, 這個事情是可能不公正, 那可能會, 讓很多的年輕人, 失去一個意志, 去服兵役, 那我們就是, 因為有這麼大的一種, 就是聲音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開展, 就是, 你贊成, 你反對的一個討論, 那台灣是, 怎麼可以做得到一種討論的?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網友有想出很多很好的點子, 那因為我當時接這個協調案的時候, 我就是把所有的各部會的論點, 好比像說, 像古典文化跟流行文化, 那文化部當然是注重古典文化, 對於流行文化, 他們也很想注重, 但是很難去證明, 到底怎麼樣才是有成就, 是是是, 對, 那這個在韓國我想也是一樣的狀況, 對, 那所以後來呢, 民間就提出來說, 圍棋也是一種電競, 那這樣子的話, 圍棋的成就的做法, 是什麼呢? 協會來認定嗎? 怎麼來認定嗎? 所以它就等於是, 在古典的文化跟流行文化中間有一個橋接, 圍棋就是這個橋接, 那所以就是, 電競的協會只要能夠達到圍棋協會的那樣子認定的標準, 它就可以像是圍棋一樣的來使用, 那我想在韓國一定也有古典的藝術表演者吧, 那它應該也有一種認定的方法吧, 對, 那流行的藝術表演者說不定也可以往古典的藝術表演者的那個機制去參考嗎? 那您類似說, 如果是BTS在就是台灣有類似的這種爭議的話, 那可能有一個更大的討論的空間是嗎? 您覺得呢? 就是我覺得大家會從解釋上面來討論, 不一定一下子就到法律的這個層級, 我們在電競的時候, 最後當然運動產業條例也有在立法院修法, 但是在立法院修法之前, 其實我們就已經完成了一個解釋, 就是說它是一種智力運動, 那智力運動就算還沒有修法, 我們也把它解釋成一種文化技術藝術的表演者, 就這樣。 哦,明白。 就是, 我覺得就是您為什麼每次就是採訪的時候, 或者是討論的時候都要錄下來把它公開呢? 這個是因為, 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希望說未來的就是新聞工作者也好, 或其他的研究者也好, 能夠有我們這次討論裡面的完整的脈絡, 因為你為了你的讀者, 一定是編輯成你的讀者關心的那個側面, 是的, 但是未來的新聞記者也好, 研究者也好, 說不定他關心的是別的側面, 所以就是有一個完整的脈絡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Commons, 就是大家可以共同來運用, 那有時候有一些出乎意外的, 像日本有一個饒舌樂團, 把我的訪問的內容變成一個饒舌的歌曲, 那個就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但是我想這也不錯, 也是他們的一個創作吧。 嗯, 那今天就是一個最後一個話, 最後一個提問, 那就疫情完全結束之後, 那可能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當然啦。 您認為就是疫情完全結束, 就等到這麼, 可能需要很長一個時間的這樣一個過程, 那你剩下的工作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為了這樣? 如果疫情完成結束的話, 當然就是要檢討我們在疫情當中, 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嗯, 然後等到SARS3.0出版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有準備。 哦, 明白, 一個反省的過程可能需要。 對, 我們SARS1.0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反省的過程, 所以才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嘛, 所以這一次SARS2.0, 大家才心裡有準備。 哦, 所以說您說什麼都能說得進去, 是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 好的, 非常感謝您, 今天採訪只花了33分數, 但是我覺得我該聽到都聽得非常完整。 是是是,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謝謝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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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